前几天刚刚参加完同学会的朋友对我感慨 四月真是一把杀猪刀 当时那些白衣翩翩的少年 人到中年一个个都发了福 变成了挺着啤酒肚的大叔 当时那些纤细美丽的小姑娘 也都慢慢变得朱圆玉润 有邻家少女 变成了邻家大妈 都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儿子 但容易老容易胖 似乎肥胖就是人到中年的必经之路 我们的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忙碌 一天24个小时 被工作家庭吃饭娱乐填得满满当当 眼看着身材逐渐走行 但就是抽不出一点点时间留给运动 常听到有人抱怨 年龄不停增长 给我们带来了挥之不去的肥肉 有时候就连公众人物都难逃时间的摧残 你还记得五月天那个帅气的主唱阿信吗 你能想象性感天后张辉妹也有发福的一天吗 当年的欧巴身材走样 看起来老了不止十岁 都说岁月不饶人 但就在多数人被岁月蹂躏的面目全非时 还有一些人正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默默地和时间坐着抗争 最近网上爆出了一段46岁的索友鹏 重唱成名曲《青苹果乐园》的视频 视频里索友鹏一身黑衣 不管是颜值还是身材 都一如三十多年前刚刚出道时 一番静歌热舞嗨翻了全场 看到索友鹏现在的样子 网友们惊讶得不行 天哪 这是我认识的那个吴阿哥永齐吗 这是46岁的人吗 他是不是吃了防腐剂啊 怎么一点都没变老 哪有什么防腐剂不老药 让吴阿哥躲过岁月摧残的秘密 其实很简单 不过就是运动而已 为了这次一分三十秒的演出 他早在三个月前就开始了舞蹈训练 最近更是常常泡在健身房 苦练出一身肌肉 成功摘掉了油腻中年的标签 严格的饮食控制加上高强度的运动 让他一口气减去了16斤 造就了现在的好身材 难怪有人说 看着46岁的苏友鹏颜值不减 身材更上一层楼 在舞台上还像当年那个魅力四射的少年 再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些同龄人 还不到中年早已大腹翩翩满身坠肉满脸油腻 爬个楼梯都要气喘吁吁 更不要说唱歌跳舞 在你胡吃海塞不知节制沉溺手机游戏 却抱怨没有时间运动的时候 那些正在奔跑着的人 早已经把你远远地摔在了身后 不禁感慨 运动和不运动的人差距真的太大了 也许很多人都会觉得 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 每天工作那么忙 哪里挤得出时间和精力去运动呢 但如果你了解 常跑少女陈亦涵的日常 就会发现 运动其实是一种生活状态 就像每天呼吸一样自然 就在上周末 刚刚生完孩子才两个月的陈亦涵 与朋友们一起参加了一场 长距离的跑步挑战赛 并顺理完赛 比赛持续22小时 共计210公里 尽管37岁的陈亦涵以为人母 但在他脸上 丝毫感受不到岁月的流逝 登山 游泳 骑车 长跑 瑜伽都不在话下 运动让他长期保持着一种 如少女般的灵动活泼 运动到底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 网上的一组照片给出了答案 一个胖女生甩掉身上的坠肉后 几乎美到认不出 男孩五年内减了205斤 由胖小子变成了清秀的小帅哥 自从开启了运动健身模式 现在的他只有从前的一半 一对夫妇一起减肥 瘦了之后又办了一次美美的婚礼 据调查统计显示 坚持运动的人身材会更紧致 机体摄养能力更强 基础代谢更高 换句话说 就是保持运动习惯的人 会比不运动同龄人 看起来更年轻 更精神 也更美 当你每天出门 用步行和骑车替代打车 下班回家用跑步 代替看综艺 周末用登山 代替卧在沙发里吃薯片时 你会发现 这样的生活状态 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比如前段时间 好友林子放弃了乘公交 改为骑车上班 直到现在 他仿佛经历了一次变身 臃肿的身材慢慢缩水 身上的坠肉 再一点点减少 身形慢慢变得匀称 脸上的皮肤 也变得越来越紧致光滑 啤酒肚和双下巴逐渐消失 整个人告别了虚胖 越来越有力量 运动之后 神清气爽 精神状态明显提升 整个人都变得自信 健谈了许多 半年的时间 让他由一个沉闷的油腻大叔 成功晋级为 开朗的清秀小生 说起自己的变化 他常常感慨 之前的自己听从欲望 逃避痛苦 虽然很舒服 但总觉得自己在做生活的奴隶 如今的自己虽然要流汗 要劳累 但累过之后 看着自己逐渐变得结实的身体 终于感觉到 自己做了一回生活的主人 多文涛曾在圆桌派讨论 减肥与自空力之间的关系时总结 穷人的自制力 就是比富人低 他们是最先放弃自己形象的人 的确 大多数情况下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 身材好 其实就是一种实力 比如提起精英 我们脑海中 总会出现 穿着和身的西装 身材修长匀称 彬彬有礼 且精神饱满的形象 而绝对不会是 大腹翩翩 满面油光 浑身坠肉 目光浑浊呆滞的形象 换言之 一个人的身材 就是他的精神面貌 也是他最好的名片 CCR领导力调研机构 曾发布过一组有趣的报告 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 找不到一个体重超标的人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 大多有运动习惯的人 都拥有自律性这个共性 而自律更是成功者的共性 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 在打理公司之余 每天都要抽出时间去跑步 或者在自家的健身房里锻炼身体 苹果公司的CEO库克 每天凌晨3点45分起床 处理工作 直到早晨5点 他会准时放下手头工作 开始健身 这样的习惯保持了很多年 为什么成功人士喜欢运动呢 因为他们明白 健康的身体 是打拼事业的基础 也是对工作和家庭的负责 爱因斯坦 曾在鼓励自己儿子的信中说 生活就像骑自行车 要想保持平衡 就要不断运动 想要保持优秀 亦是如此 运动和不运动的人 差别究竟有多大 可能一天两天看不出 十天二十天也看不出 可是五年 十年 甚至三十年 五十年呢 差别是惊人的 曾经看到过一张67岁的老人 和67岁的健美运动员 杨新民老师的合影 同样的年龄 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状态 因为身材差异巨大 两人的气质和精神面貌 也是天壤之比 之前一段关于 人生最后十年的视频 在网上爆火 戳痛了无数人的心 你可曾想过 人生最后的十年 会怎样度过 是每天清晨 穿着运动鞋 去鸟语花响的公园散步 还是踩着拖鞋 坐在病床上 手上插着输液管 只能望望窗口的阳光 是平日里 骑着自行车到处旅行 陪着儿孙玩耍 还是只能贪坐在轮椅上 受人照顾 吞下各种各样的药片 是节日里 打上领带 带好腕表 盛装出席宴会 与家人欢聚一堂 共享美味的食物 还是带着氧气罩 与医疗器械为伴 成为全家人 担心忧虑的对象 人生最后的十年 我们都要向岁月 交出答卷 那时 我们即将面对身体 最诚实的回答 这就是运动 与不运动的差距 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 认真生活 努力运动 积攒下来的健康 会支撑起人生 后期的幸福与体面 但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 不去锻炼 塑造自己的身体 而是肆意挥霍 消耗自己的健康 那么等你老了 年轻时欠下的债 都将一一归还 希望未来过哪一种人生呢 相信你的心里 已有答案 与其将来后悔 不如趁现在开始行动 每跑一步路 脂肪就会更少一点 每流一滴汗 身体就会更健康一点 愿我们每个人 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 过热气腾腾的人生 你说该忘记的就应该忘记 不该回忆的就不去回忆 走开那些魔鬼般的思绪 一遍男人女人 甜蜜的婚礼 一遍男人女人 痛哭在流涕 走开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上帝总会 眷顾盛开的花朵 保佑花朵 不会再凋落 走开 一塌糊涂的生活 如果隔壁总没传来 满马生 我想我会是一只小花梦 走吧 去田野找你的花园 让风乱跌张的山穿过我 让岁月变迁的流云穿过我 让波道汹涌的海穿过我 让四季交替的轮回穿过我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